Testing 1,2,3,Testing,Testing,Testing,1,2,3 Hello 大家好 我是Jimmy 歡迎來到 又一集的 Talk Tuesday 今天呢 這一集比較特別 我發現要動一動 因為 我不停反光 這一集的 Talk Tuesday 是怎樣呢 如果大家看Title都知道 這一集是第10集的 Talk Tuesday 也會是 最後一集的 Talk Tuesday 其實 Talk Tuesday這個過程真的很特別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過了10集的心路歷程是怎樣 一個星期拍一集 理論上應該是70集 71集 如果我的數學錯了 那就不會怪我 我的數學真的不太多 那 這樣說吧 我還記得當初想著拍 Talk Tuesday 其實 我的想法是怎樣呢 當初拍 Talk Tuesday的想法是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悶 很廢 人生很沒目標 不知道應該要做什麼 是想令到原本頹廢的生活 變得精彩一點 那 綜觀這10集之後 我經過了什麼呢 我經過了 決定我大學的interview 我經過了我的畢業 我經過了 決定幾多東西的放榜 然後也經過了很多 學習 經歷 還有一些做事上的事情 那 我好像也第一次在 Talk Tuesday 分享 不是 我有分享的 但我可以分享得詳細一點 在這段過程中 我也有幫助一些合作工作 現在越做越多 然後也開始有一些比較重要的項目 是要輪到我做的 那 也背負著一些 我個人覺得很大的責任 而 當中不乏 連續幾萬 要朝八晚八 然後回到家做剪片 剪到1點多的時間 很多時間都是這樣度過的 但是 你說我 看回其實 這個經驗是怎樣的 其實我是很開心 我是一個 喜歡忙的人 其實 我也有說我是一個工作狂 那 過了這10集 過了這10個禮拜 其實我覺得每個禮拜都在轉變 我常常這樣說 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其實這個一直以來都是我 很主要的目標 我一直以來都 以每天令自己變得更好 成為一個自己的目標 好 當中也有很多 有說過 我怎樣學Networking 怎樣去玩攝影 有時候有些位置為何要堅持 這些 和你們分享的過程中 其實也深深入了我自己的腦海 特別是 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自己 你不會知道未來是怎樣 對 你不會知道未來是怎樣 很多時候 方方前一晚 大家都不會知道自己的成績是怎樣 但現在 大家都 九成九一天 都已經接受自己的成績是這樣 那不接受 都沒辦法 那 你知道未來都是會來的 就好像我知道我下星期都還會 我以前 我知道我下星期都還要拍這個TALK Tuesday 我下星期的TALK Tuesday 我會跟大家說 過了 我成長了 有什麼變了 其實已經是一個幾奇幻的過程 跟大家一起 experience 人生裏面的起起跌跌 不同的成長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那 在這些學習之中 我會說 其實 其實有時候 每個人都有 他自己要走的那條路 就是 有時候自己做 有時候自己的心態真的決定很多事情 我會說 有時候 有時候 就是 當你把很多事情 分析 到一個 小一點的過程 你再在不同的階段看一件事 你會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個不同的看法 那其實 我個人覺得 你說你這樣去計算你的未來 其實 好像我現在也 大體回 我之前 那麼多個星期做的事情 還有我 十個星期前 預料 我未來會做的事情 其實很多事情 你不會預料到 真的 不能預料到 但是 你的心態 是決定了你的未來 有時候 有時候 今天是不計算的 有時候有很多事情 我都 覺得很神奇 我竟然 走到 這個位 走到今時今日 自己做的事情 有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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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自己要改 這些都是 一個成長的過程 但是 你說 在 我現在去想 我的未來 或者 我的過去 有什麼可以再做好一點 有什麼可以 再改進 有什麼需要 有什麼需要堅持 有什麼需要改 其實 有些時候 很困難的 其實 我知道我再看這條影片 我現在 在說這條影片 我還處於一個很迷惘的階段 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事情 我還是認為自己是一個學生 有很多時候出去跟人家對話 我都會跟人家說 我還是一個學生 所以我說的話 可能會不會 但是 有很多時候 我已經在做一些成年人要做的事情 有些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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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永遠不會聽到 正確答案 你也要堅持自己 去做回 你自己認為 對的事情 有些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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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自己的成長,有什麼決定做得對,有什麼決定做得錯 但有時候可以堅持自己的做法 我發現有時候,每個人都有他所特別的事情 在世界上不會有別人認同的事情 而在生命成長的過程中,有些事情真的要記得 有些事情要堅持,有些事情要成長 沒有對錯,但記得最重要是做你覺得最好的自己 拜拜